我叫Judy 我今天就是在外面看到这个活动 所以就过来玩 对 经常可能最近可能这一两年嘛 都是在微信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活动 然后杂志肯定也会看的 但是可能工作比较忙嘛 可能看杂志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经常都是在网络或者是微信上 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活动的质量 对的 我这个衣服就可能对大部分人讲 可能比较单调嘛 但是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是比较单色纯色那一些的 所以经常都是穿那种黑的白的灰的 今天就可能来活动嘛 就有一点不一样 对 我其实挺随便的 我可能大概平常 就是平常 不要说夏天还是冬天 就平常只是化化妆 然后穿个衣服 我可能15分钟我都可以出门了 简单舒服 都衣服比较好玩吧 就是有点亮点吧 对 大家好 我叫孙盈 我是一位无名的服装设计师 然后今天呢 就是会穿比较街头风的感觉 就戴一顶半球帽 然后一件简单的白衬衫 加上我自己剪的破洞牛仔裤 然后再搭一双 嵌一点荧光粉的运动鞋 然后就很休闲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从事服装行业的嘛 所以 跟着我的大boss 然后 多去看一些服装展 然后也有 跟那个 hard candy这个公司 一起参与一些活动 所以接触的一些 还蛮多的 因为我不会太刻意的要打扮自己怎么样的 就 简单舒服就好了 然后就不要 身上不要有太多东西 太多看点 就 简单一点的上衣 配上一点 有一点点设计感的裤子啊 鞋子啊 什么就可以了 我是TatoFamily的文献师 有点偏机车吧 因为比较喜欢哈雷文化 喜欢这种 这种带裤链的这种彩布啊 然后一些破洞的这种 稍微逆反一点的小 小风格吧 这属于欧美树苗风格 这个是我的女儿 这个是我女儿一岁多的时候 这是两岁多的时候 然后这个上面是我自己 一位日本的文献师给我做的 他按照我画的 然后夸张一下 一个卡通的形象 然后这个胳膊会阶段性的 每一个时期 做一个我女儿的肖像 然后整个一条胳膊都是我女儿 一直到她18岁 你好我是张瑞欣 然后我是在TatoFamily 学习纹身 是一个纹身师 是我平常的穿衣风格 比较休闲 喜欢fashion一点 衣服的话会头一天想好 所以不会花费太多时间 就是穿衣很快 但是想的话要花10分钟左右吧 我是叫贝拉 然后我现在是个学生 然后我是学画画的 今天来的比较匆忙嘛 因为是为了来看朋友 在这边工作的 然后我就过来看一下她 然后就穿的比较随便 然后就今天穿的 大概就是那种简约风 然后我本身有点胖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黑色上衣 长一点的 因为这能遮住我的坠肉啊 什么的 然后穿这种阔腿裤白色的 别人都说像练功夫 但是个人觉得还是蛮新潮的 虽然这样子看起来 我好像腿长有点短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新潮的 是我喜欢的风格 平时的话就化妆 大概需要十多分钟 然后穿衣服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 但今天就比较匆忙 就五分钟左右吧 我会关注一些公众主页 就是时尚卫星啊什么的 就是有一些时尚博主会在上面发 他会如何穿衣服 然后了解一下 现在最新潮什么牌子啊之类的 See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